原先在菲律賓中部群島的熱臺型地下 已經在尖上八點形成今年第一號颱風 原本預計前兩天就要成臺的青臺艾維尼 被菲律賓群島地形破壞一拖再拖 目前艾維尼還在菲律賓中部群島 以每小時八公里的緩慢速度移動 迟迟往北北東前進 風速和暴風半徑都不大 目前只是青臺 雖然往東北方向移動 但離臺灣還有一段距離 之間影響機率不大 但沿海地區要留意 雖然周末蜂蜜遠離 但周一晚上開始又一波蜂蜜要靠近 從降雨趨勢圖看 周日臺灣水氣還是多 周一開始西南風已經增強 蜂蜜也靠近 午後熱力作用加成 中部以北山區還是有局部大雨 周二雨是最劇烈 北部沿海地區西半部地區 苗栗台中南投加以南都有局部大雷雨 甚至來到豪雨等級 周三一樣全台有雨 但高頻台東雨勢大 周四封面才逐漸遠離 直到周五周六又有新的封面 午後就是在山區的這個熱對流發展 這個情況也會變得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禮拜一其實天氣的狀況 就變得不太穩定 那禮拜二的話 後面再通過了這個過程 應該就是這樣的狀況 維持最明顯的一段時間 溫度趨勢圖看 周一北部高溫還能飆破32、33度 但周二、周三雨勢變大 高溫只剩25度 南部高溫仍為是30度 周四、周五再回升 能以後面一波波來襲 外出人要記得 有四一代語句 TV新聞 曲寬山高本林草召人 新小組台北採訪我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